中国历史的书写总有一种浩然正气 光照千古 当历史的巨轮碾至1999年 经历多年政治运动的中国人早已彻底寒心 现代的中国社会一切向前看 享乐至上 古老的神州大地夜夜灯红酒绿 却一派肃杀之气 这一年的春天 北京城的杨树一夜间满之心绿 4月25号一大早 人们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 经过国家信访局所在的 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时 却雅逸地看到这样难忘的一幕 望不到尽头的上访队伍 在人行道上延伸着 看不见尽头 人们在安静地等待着信访局里面的人 出来听大家反映情况 庞大的人群秩序井然 没有喧哗 没有口号 没有标语 队伍还在延伸 不断地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 有老有少 有干部 有农民 有教授 有学生 他们神情平和 举止从容 同时随处可见 穿着便衣的年轻人 在忙着拍照 拿对讲机 报告情况 如临大敌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425和平上访事件 经历过政治风波 有阅历的人 此时都开始提醒自己 练法轮功的朋友 该注意了 运动 看似要来了 然而 却有一些人 看到425事件的报道后 先后走入了修炼 成为了法轮功学员 鸾爽就是其中的一位 当时的他 在一家拥有28个下属企业 3000多员工的 深港实业集团公司 担任人事部经理 他对法轮功的兴趣 就是从中共425事件的 红头文件开始的 425当晚 中共的镇压机制 就转动起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 各种红头文件 如雪花一样 飞到了全国各大 企事业单位的 领导办公桌上 作为人事部经理 鸾爽也接到了通知 要他到会议室 听重要文件传达 鸾爽是公司的人事主管 自然也是党员 他知道 到北京上访的敏感性 可是他非常好奇的是 八九学运过去这么多年了 怎么还有人这么天真 这么大胆 去北京上访 一万多人去和平上访 对我来讲 就出乎我的想象 因为在中国谁都知道 上访就意味着 轻的就是处分你 失去工作 纵的就是抓去你 劳教 反正谁都不可能轻易去上访 然后我当时想 就给我奖金我都不去 对啊 所以说我听到有人上访 就很好奇啊 而且还和平思想什么 这么一致 而且还能自发的什么 就觉得很好奇 这是些什么人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他听到读文件的人口中说 法轮功三个字 从来没有接触过修佛 和气功的鸾爽 听的是一头雾水 哪个法哪个轮呢 这个可能功啊 就是气功的功 这三个字我还不知道 有人告诉他说 好像公司有一个人 在练这个功 鸾爽开完会 二话没说 直接就从会议室 拐进那个同事的办公室 询问情况后 向同事要了一本转法轮 打算自己探个究竟 鸾爽不是那种 人云以云的人 什么事情 他必须自己亲眼去看 经过自己的思考 才下定论 他了解到 1999年4月11日 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 发表了 污蔑法轮功的不实报道 因此许多法轮功学员 前往编辑部 澄清事实 经双方会谈后 出版社准备发声明更正 但是天津公安局 却在4月23日 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 开始殴打法轮功学员 并抓捕了45人 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 被告知公安部 介入了这个事 如果没有北京授权 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 不会得到释放 天津警方所谓的建议是 你们去北京吧 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鸾爽从小表现优秀 在小学中学大学 都是班长或学生会主席 19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 想跟着党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可是一走入社会 鸾爽发现根本不是书本上讲的那样 共产党说的一切几乎全是假的 89年六四学运 他正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读书 那时候大学生都出去游行 也有去北京的 六四后从北京回来的同学说 共产党开枪了 用的子弹都是战场上用的开花弹 可是中央电视台却说 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 从那以后 鸾爽再也不相信共产党的话了 多年来 鸾爽对人生越来越困惑 看到社会上的各种恶行 既反感又无奈 在共产党的社会 谁能做好人 谁敢做好人 倒地的老年人 要饭的残疾人 都可能是骗人的 就拿乞丐来说 真的假的 是职业要饭的 还是黑帮弄残的 难以分清 他经常看着灰色的天空叹息 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 难道就要在这个 人人欺骗的世界里 苟且偷生吗 他只能躲起来 什么也不参与 他想 只要不和那些坏人同流合污 就可以算个好人了吧 前面提到 鸾爽从同事那里 借来了赚法轮这本书 他花了两天一晚的时间 看完了书后 感叹道 哎呀 这出血太好了 我是这得练呢 因为我原来也是一个 比较就是老实啊 就是各方面也算是个好人吧 其实做什么事情也都是 在人理说还是不错嘛 然后我就看到 那个赚法轮那个讲说 那你是用滑下来的 倒退标准衡量你自己 然后我就特别震 我说哎呀天呐 原来我是用那个标准衡量 我还不错 那按照这个真善人 我这还差挺远的 然后就觉得就是 特别出震撼吧 赚法轮开启了他的智慧 找到了人生答案 以前爱笑的他是生命本能的乐观 现在爱笑的他是了悟生命真谛后 发自内心深处永恒的真笑 鸾爽从此做人有了依据 对事件乱象有了清晰的衡量标准 不再迷茫 他给办公室的每个人赠送了一本赚法轮 他也更能理解那些法轮功学员 能做出425万人和平上访的壮举 是因为他们修的是真善人 是为了他人而维护真理的勇气 425事件发生三个月后 中共私下老不干涉人民群众 去平健身的话皮 悍然发动了镇压 严峻的考验 一下子摆在了鸾爽的面前 面对黑白颠倒的现实 面对佛法被空前诽谤的时刻 他是躲到自家四百平米的海景豪宅里 偷偷练功 还是像425上访的学员们那样 放下生死 站出来捍卫正义良知呢 此时的鸾爽 也不是原来那个迷茫而无奈的人 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修炼法轮大法没有错 我是大法受益者 我不站出来 谁站出来 想明白后 在2001年1月1日 鸾爽做出了失去一切的准备 毅然走上了他曾经说过的 给奖金也不去的 北京天安门广场 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 后来他被抓进拘留所 遭受了三个月的折磨 出来后被公司降职 后遭排挤和刁难 有一天 深圳市委组织部 煞有介事的下达文件 上面赫然写着 将鸾爽开除党籍的字样 然后公司召开中层领导大会 专门批斗他 人们没想到鸾爽 还是和往常一样 脸上挂着他那招牌一样的灿烂笑容 应对这一切 他在心里案子说 开除我正好 这个鞋挡容不下好人 你不开除我 我自己也要出去的 在鸾爽最后不得不离开公司的那一天 一个同事问他 你是不是不正常了 这么好的工作都不要了 鸾爽说 不是我不要工作 是领导不让我做了 我不能为了一个工作而卑躬屈膝 放弃坚持真理信仰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鸾爽几乎失去了一切 名利 地位 身份 金钱 几经波折辗转来到美国 虽然过着相对艰苦一些的生活 但他的心里却是亮堂的 如今22年过去了 当年法轮功学员的 四二五万人和平大上访 就像一道曙光照亮了整个中国 也照亮了暖爽的人生 好了 非常感谢您收看 这一期的金色绘文 我们下期再见